回到节目进一步来聊李克强 李克强他最有名的就是 他的李克强经济学 他是出身共青团 所以也有人把他归为是团派 他曾经担任过17 18 19 这三届的政治局常委 还有两届的总理长达10年 在担任总理10年之间 中国的GDP年均增长了6.6% 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达到38.6% 算是非常的高 那么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 突破114万亿元 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18% 而李克强的经济思路 有李克强经济学之称 那么也就是说把民之所望 他特别提到说 把民之所望做改革所向 中国开放还要继续的往前推进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好 现在看到的就是知名的 李克强经济学 在李克强主政的这10年期间 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经济快速的发展 是不是真的也就代表了 李克强经济学确实是产生效果的 黄老师 如果他是越往市场化 越自由化走的话 其实他经济成长相对是比较快的 如果国家的干预越多 他效率开始降低的时候 他的经济成长就会开始下降 李克强的这个阶段 因为同时有习近平跟李克强两个人 在操作这个马车 所以我觉得比较难说 这个经济数值所代表 背后代表完全是 李克强经济学的意义 但是我必须说 在李克强经济学上面的几个重要的点 其实他的目标是往市场开放走的 包含他的三个支柱 就是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化 跟避免大规模的刺激 其实避免大规模的刺激是 这个大规模的刺激 就是以前的凯因斯主义 那显然他不想用政府 扩大支出的方式去刺激经济 那这是市场化的一个倾向 那去杠杆是什么 把债务降低 然后这个结构性改革 其实就是产业升级 但是产业升级的方式很多 你可以国家队去升级 这可能是习的路线 那你也可以透过市场的压力 去倒逼改革 这个是李克强的路线 所以我认为李克强在 他的经济学里面 所凸显的一个下值是 往开放 改革开放走 让市场的力量 决定他的经济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按照过往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其实在这种情形 他的这个成长率 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所以整体看起来 我认为李克强经济学 在过去的十年 他还是发生一定的作用 特别是他敢于跟习近平 走不同的这个道路 那他也这个愿意讲出来 他的这个路线 那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整个的发展 应该是有正向的贡献 我们讲李克强经济学 这个专有名词 其实我最近看到有一篇 叫做李克强推动经济有功的 一篇报道 那也特别提到说 其实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这源自于当时是英国巴克莱 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一平他针对李克强所推出的政策 三大方向 刚才马老师有特别提到的 包括了避免大规模刺激 去杠杆化 还有结构性改革 那这位黄一平的这个学家 他就特别提到说 其实他的核心理念 就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简单来说就是尊重市场 而不去干预市场 那当然这个也很像是 1980年代这个雷根经济学 好 但是也看到就是说 在2013年的时候 等到这个李克强 正式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后 他又选择了另外一条 不同的政策路线 也就是不推动大规模刺激计划 还有包括像去杠杆化 结构性改革 变成他三大支柱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多次也重申说 中国大陆是不搞大水漫贯 这些超发货币的政策 他在上任总理之后 为什么会选择跟温家宝时代的 不同的这个政策路线 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了吗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是不同的时期 做不同的事 当他那个时候 在温家宝时代担任副总理 那时候是主要是 把所有的力量 让整个中国经济往上飞 但是往上飞 所以大手笔的投资 大手笔的建设 当然也这中间也发生 非常多的弊端跟舞弊 那所以在他自己上任总理了以后 所以他说不搞这个 大水漫贯 大水漫贯 那主要的原因是 由于前面大水漫贯了好几年 因为那个时候是温家宝 当总理的时候 推出这个4万亿计划 对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像您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现在很多的烂尾楼的建设 包含通膨 包含甚至于金融海啸 一部分资金的腐烂 所以造成整个大陆包含股市的这些起伏 所以房价也上涨 银行的赖帐也增加 坏帐也增加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他也看到了其他的问题 所以等于变成他自己上台了以后 他就不搞大水漫贯 所以在这个部分等于是 他在前面一段时间跟后面一段时间 相对来讲还是不同的 当然在某种程度 温家宝的个性跟这个李克强 还是有所差异 温家宝以前是所谓的地质学家出身 而李克强是等于是经济学家 那当然两个人在共同的特点 当然都是非常接地气 很亲切 但是在后来事业上 还是有所差异的 确实这个李克强跟 刚刚您所提到的 在前面一任的这个温家宝 其实你发现他们两个人的人格 特质很相似 就是很亲民 而且都愿意走入民间 那么港媒香港林也分析了 李克强的特质 我们来看 他们说李克强是接地气的 那么特别分析说 除了接地气以外之后 还有包括平时低调 这些都是李克强的个人特质 那么这些个人特质 也体现在他所推出的政策上 比如说2007年 李克强就表示说 他很喜欢透过像是铁路货运量 用电量 还有银行已经放贷的贷款量 这三个部分来追踪经济的动向 经济学人更是依据这三个指标 就在2010年推出所谓的克强指数 还有包括在疫情之后 李克强推动的是地摊经济 因为为什么要推动地摊经济 就是希望让大家 不要因为疫情 进到了一个非常辛苦的生活 那除了这三个人格特质 邵伟兄你觉得 你还看到李克强有哪些人格特质 其实他这个人格特质 他光是从铁路货运量用电量跟银行 以放贷款量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非常从民生跟这种小 商业生产的角度来观察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因为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 你不用很高调说 一定要建什么大的经济 那个经济计划推动什么 如果说今天你一个铁路的货运量降低 然后或者说是用电量下降 其实像以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 用电量应该是要慢慢慢慢增加的 但如果说你今天你整个社会的用电量 不增反减 这时候你其实就必须要思考到 为什么这些减掉的电量跑到哪里去了 是真的是因为换了这个省电设施吗 不尽然 所以像比如说像他当时 就去很重视这种小地方 因为要从小地方 你其实才能够看到整个方方面面 后面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刚刚讲一个光是一个用电量 就可以引申出这么多问题 才会知道说 你今天到底是因为产业出走了 还是因为公司倒闭了 商业的活动降低了 导致于用电量的下降 所以对他来说 如果看到用电量的上升 他就可以像 比如说国外保证说 今天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可以保持在7.5%以上 就GDP的成长可以保持在7.5%以上 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 你看到铁物货运量很降低 就是货没有那么少了 然后电也变少了 然后而且银行的放贷款变少了 而且就变成说 怎么搞的 大家都不敢借钱了 或者说钱都存到银行里面了 就知道这你整个社会的景气都有问题 这些东西都有问题的时候 从他作为国务院总理 因为中国大陆国务院 其实是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我们的行政院 而且他所有的部会 基本上来说 理论上是在国务院下 也就是说 他是负责中国大陆整个政务推行 如果说今天 这一切的一切的指数 都不利发展的时候 他自然要去找出原因 不能用意识形态去决定说 我就一定要强推B或强推C 所以你看像那时候地摊经济 为什么会说他会推出地摊经济 因为他发现 整个中国大陆 至少有6亿人口 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 1000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 当然我们虽然会说 今天中国大陆的薪水的 发放跟舵剂的方式 不是用一个账面算 比如说今天一个任何一个 这个他来说 如果你今天是有一个 在公司中有更正常职位 他可能是有一个底薪 然后再加上各种加击 加总起来才是你真正的愿性 但是你说如果说今天 他会说很多人 即便就是说你基本的月薪 都已经不到1000人民币的话 代表整个国家 有6亿人是在贫穷线以下 这时候就要鼓励大家 能够另外另开斜杠人生 或另外找这种赚钱的方式 不然的话 如果今天大家没钱了 其实没钱就会代表 社会的动荡会接连而来 而且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位非常苦民所苦的 就是走进庶民生活的 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 那也可以看得到说 他因为经济的本业 就是本职专业 他是实事求是 而且是精于数字管理 好 说到这个大陆的改革开放 当然也会想到在邓小平时代 当时帮助当时的领导人 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大将 也是赵紫阳 刚才在画面当中有出现 他也是前国务院总理 那么当时邓小平 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之后 赵紫阳是在1978年 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进入中央 1980年他成为国务院总理 但是主政不到十年 1989年我们都知道 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 他被迫离开政坛 往后的余生更是遭到了软禁 一直到2005年他过世 所以文教老师比较一下 李克强和赵紫阳 这两位在大陆改革开放 我们都可以说 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人士 可是在仕途上 却有什么异同之处 其实对 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改革开放里面 都是有一定的角色 但是这个最后遭遇不同 原来我们先从讲这个 从赵紫阳开始讲起 赵紫阳现在八十年代 他是辅佐了 而且是支持了邓小平 他的改革开放 那时候从这个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 是这么大的工程 但是他们一切 邓小平他说了算 所以改革开放 那就顺利的推 而且他是很认真的在执行 很认真 而且很专业在执行 但是这个其实到了这个一九八九年 就遇到了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 他也是从经济改革 他也认为政治也可以改革 所以碰触了党 讲政治嘛 这个也不是你讲的 是邓小平讲的 你怎么可以来讲呢 所以因此得罪了 这邓小平这些保守派 因此呢他就被拔掉 被拔掉 然后此外他就被软禁 拔除任何的职务 那再我们来看这个李克强呢 他一路他虽然这个担任这个 习近平他十年十年的总理 但是请知道他第一任第二任 士期是沿袭那时候的集体领导 从邓小平 然后那个江泽民到了这个胡锦涛 他是顺着来的 所以他在改革开放 是后面包括这个跟中美的一个 不管是贸易战等等 这些其实他都一直参与着 或是跟着这个习近平去弄 但实际上他能够平安下庄 原来自于他在政治上 没有去碰政治这一块 他就以和为贵 顺从为终 反正你习近平怎么搞 就跟你怎么搞 你叫我笑我就下来 那我们就回到刚刚我第一节所讲的 如果这次他不是不是真的心脏病 而是被心脏病 那可能他又牵扯到政治的纷争 因为这些元老 尤其在这北戴河时候 希望他推他上来 其实他这个逻辑的话应该不是 因为你是说他是 他自己所遵守的这个原则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中国你现在这种 所谓强人政治底下 如果你还是硬要去碰政治这一块 你是总理去碰政治这一块 因为总理本身抓经济的 你是不应该去碰政治的 所以这是一个禁忌 所以呢这样子 他当然自然而然的这个 就赵紫良能够平安下庄 然后李克强在这个 今年的三月也平安下庄 那如果说唯一就是不能平安下庄 就是我刚刚又回过来讲 就是说可能他碰住了政治 所以他就被心脏病 这是都有可能的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我们来看的就是呢 王毅 中国大陆的外长 访问美国 10月26号展开 为期三天的华府的访问行程 当然已经见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稍后呢也会见到 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Solivan会双方进行会谈 当然呢 美国总统拜登也传出说 有可能会进一步来接见王毅 要安排的会不会是 这个APEC的这个拜席会 王毅除了会谈尾巴冲突 重头戏当然还有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APEC的领袖峰会来铺路 现在我们先分析一下 目前持续在加剧 而且不希望提高局势的 这个以哈冲突 美中会怎么样联手 如果先问会不会联手 那如果会 会如何来联手化解 目前的中东危机呢 委员 应该这样讲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美中 若两个领导人可以见面的话 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讲 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处心的几率在安排 因为毕竟美俄已经发生问题 美中也发生问题 但是现在尾巴的问题 造成了整个中东 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大反弹 所以在这个部分 美国非常明确 站在以色列这个部分 但是对于巴斯坦的部分 当然能够失利的 还是以中国为主的 所以说这一次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刚刚所讲到 原本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科技方面的制裁 大家可以看到 原本要登场的 更严厉的制裁 现在都慢慢的 先放缓 或是有些软滑 对 两害相权 其与其亲 所以对于美国而言 现在先把 这个尾巴的情势 能够稳定下来 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 毕竟美国没有能力 一次开三条战线 对俄罗斯 对中国 再对中东的穆斯林世界 所以对美国来讲 压力非常大 所以这一个部分 当然美国必须 放软的身段 然后来跟中国大陆 求取一条合作的道路 那么俄罗斯方面也表示说 哈马斯访问俄罗斯 因为是俄罗斯的外交部 发言人代表俄方 表示说哈马斯的代表 在10月26号到莫斯科访问 俄罗斯举行这个会谈 是因为俄罗斯要求 立即释放在加萨外国 人职行动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看到的是哈马斯 现在也找上了俄罗斯 可是回到俄罗斯这边 普丁到底他介入调停 但是又要怎么样的 不被绞进这个以哈冲突的浑水 现在看到美中俄三方 都已经入局了 可是这三方加入 会让中东的局势 是更加的复杂 还是有可能为停火带来希望 其实这是俄罗斯 中国跟美国 其实在这场以巴的冲突 其实都各有角色 只是美国是比较明确 他就支持以色列 但实际上我们这样看到 目前为止俄罗斯跟中国 其实他们都采取比较一个模糊 而且希望就赶快停掉 你看我现在举这个俄罗斯为例 在这个前几天的这个一个 巴斯所提出的一个人道 就是主义停战协定里面 15个安理会里面呢 安理国里面其实12个 就是资政层的 就两个弃权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俄罗斯 那美国当时是反对嘛 这个时候这个俄罗斯是弃权是模糊 此外呢 俄罗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把这个 这个哈马斯当然是一个叛乱组织 这是他模糊的地方 那之所谓模糊的部分 他当然第一个他这一次呢 这个这个尾巴冲突 其实对俄罗斯呢 他有时候微微就躁的 那种舒缓的感觉 因为其实你看最近这个 乌尔战争比较少人提了 那没提 然后此外这个美国也好 或是这个欧盟北约 其实对这个事件 也没能够这么迫及着的 迫及着这个俄罗斯 所以他认为说现在以拖待变 其实对俄罗斯是比较有效果的 那当然这次呢 他这哈马斯代表会去访问莫斯克 是从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因为呢 这个有四名俄罗斯的公民 被杀害六名失踪 所以当然俄罗斯 他也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 希望他们能够 不要再去绑架这个人质 那其实看起来呢 在这个状况底下 普京似乎他一直要采取一种平衡的立场 而不是直接介入这个尾巴的冲突 以获取更大的空间 所以不会更复杂 反而是会有希望 对 因为只要不要跟美国一起缴获 就美国去支持这个以色列 然后呢这个俄罗斯跟中共 不要去另外再支持 特别哈马斯道 那我想这个战局可能会更加单纯 而不会变远复杂 不过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了 乙军不断的发动一些零星的攻击 根据以色列的时报报导说呢 以色列国防军呢 再度趁着晚上夜间 出动他们的步兵 还有呢 以色列这个国产的坦克 他们出动的是坦克骑袭 这个坦克就是梅卡瓦主力战车 是以色列国产的 那对加萨北部进行了针对性攻击 军方表示说呢 袭击了250个恐怖分子的据点 基础设施 还有反战车飞弹发射基地 而且国防军事认为说 他称说这次的这个攻击 是为了战争下一阶段的全面地面攻击 要预作准备 这次发动坦克的骑袭 在战术上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 以色列国产的这个 梅卡瓦主力战车 它的战力是如何 其实这次的这个以色列 它还是跟上次一样 利用夜间突袭的方式 为什么 首先它是希望能够借由夜间突袭 发挥它的科技优势 因为以哈马斯的这些民兵来说 不太可能每个人都配到 人手一部夜市装备 所以如果以色列来攻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讲 哈马斯的这些民兵就只能 被动的迎击 而且相对来说 根本你看不到敌人 但敌人看得到你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 他们反而有一枪点一个的这样一个优势 那另外他这次动用到的这个组装备 他做这样一个任务 主要我个人认为 还是在一个就是那个装甲 就是战斗侦察 也就是利用战斗部队突入的方式 去寻找那个 就是哈马斯民兵的这个主力之所在 或者说是重要这个军事设施跟据点 那马卡瓦这个主战车 其实他当初在研发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吸收了 过去中东的这个历次的抵押战争之中 他们所碰到的各种问题 然后把这个车把它作为一个最 把过去的经验改良在这台战车上 比如说我们看到以这个主战车来讲 现在世界各国主战车 它的这个引擎 一定是放在战车的后面 但是呢 马卡瓦这个车呢 它是把引擎放到前面 它是个前置引擎 前置引擎的战车呢 为什么它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说今天你在战车前进的时候 相对来说 你有可能遭到的这个炮火 最猛烈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车辆前方 但是你引擎通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件 那这时候如果你遭到敌方攻击的话 因为其实你被车 那个你的车被敌弹击中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引擎被击中的话 虽然说引擎可能立刻就那个 丧失动力或者是不能再动 但是呢 至少引擎可以帮助 等于说是一个负贞的一个装甲 就是除了装甲之外 这个引擎它本身 由于也是那个密度非常高的 这个铁核心所组成的 那这时候有可能会让 后面的组员呢 能得到更好的生存性 因为如果说今天在战斗中 我丧失的是战车组员的话 因为像六日战争 他就损失了非常多的这个战车长 因为当时的这个情况 让很多以色列这个战车长 必须要整个人探出战车 去指挥战车作战 因此在六日战争中 以色列装甲兵损失的最多就是战车长 但以色列也发现 这个战车长 就是说训练有所谓的这些组员的这个损失 你后面可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 才能够补过来 所以马卡比这个车 又非常重视这个组员的安全 以色列这次的棋袭 也看到之后 看到哈马斯宣称说 造成至少有50名的人质 因此丧生 当然是希望对以色列军队 产生一些压力 不过在发动这个全面地面进攻之前 马老师觉得以色列会怎么样 针对目前就是在加萨地区 他们誓言要扫荡 要消灭殆尽的这个哈马斯进行攻击 就是按照现在就是夜间出动 然后反复袭击吗 是 我觉得就这个成理上判断起来 以色列反复袭击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为你看加萨那个地方 大概宽10公里 长40公里 它的有一面是地中海 这个地中海完全是被以色列包围的 那另外的两面是以色列境内 只有南面是这个埃及 然后以色列对于加萨这个地方的进出 人也好 户物也好 完全控制 所以说哈马斯手上的武器我相信在现在 已经在作战状态它是完全取得不了的 也就是它的子弹打一发小一发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是以色列我一定会反复的攻击 去消耗你的弹药 打消耗战 打消耗战 而且我可以针对你的这个军火库做攻击之外 你在战争的过程里面 你也要消耗你的这个所使用的武器 那到最后哈马斯会变成一个 没有武器使用的状态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以色列最后 最后一击打进去是有帮助 所以它这个消耗战一定会用 而且现在纳坦亚胡 它在国内受到的压力非常的大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怀疑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上朋友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